最後灑上炸過的瑤柱絲 這一碟瑤柱蛋白炒飯就完成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是我徐爾煮 今天我會做一個瑤柱蛋白炒飯 這個飯如果在酒樓吃都挺貴的 如果在家裏做就經濟很多 材料很簡單 首先我有三碗的白飯 瑤柱絲 蔥粒 蛋白大概五隻蛋白的份量 還有芥蘭粒 首先將白飯蒸好 因為我是用冷飯炒 所以一定要蒸好 如果大家用新鮮飯炒 就不需要 燒熱 一鍋水 將芥蘭去飛水 大約一分鐘 燒熱直鑊 下些油 將小部分的瑤柱絲 放進去炸一炸 燒熱直鑊 下油 再放入蛋白 用慢火 用慢火 慢慢炒成蛋白出來 將鮮頭剩下油 將鮮頭剩下的瑤柱炒一炒 將已經蒸過的白飯 將白飯炒散 慢慢炒散 炒鬆 這時候 我們放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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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粒 再放 這個 瑤柱絲 和蛋白 下去 慢慢炒 慢慢炒 加入一茶匙鹽 調味 再放 蔥粒 在鑊邊 放大約一茶匙鹽 大約一茶匙鹽 快速炒均勻 這個飯已經完成了 最後灑上炸過的瑤柱絲 這碟 瑤柱蛋白炒飯便完成了 自己做材料可以加粥料些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介紹 請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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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